好 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這一款 Galaxy M14 5G 那這是三星的一款5G入門款預算機 它的售價只要6000元台幣不到 新台幣5990元 非常的低 倒是也蠻好奇 就是以這種規格拿到三星手機的體驗 究竟是如何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開箱這一款 Galaxy M14 5G 哇 它採取的是這種拉開式的設計 那剛拿到的時候就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是使用的是V極限的全螢幕 就不是一個挖孔 它是一個V字顯 然後一樣給到三顆鏡頭還不錯 而且重點是它給到6000mAh的超大點亮 我覺得這還蠻厲害的 那內容物的話沒意外的話 應該就是一樣是一個退卡針 然後這邊的話應該就是 一個Type-C的線 就是非常環保的砲裝啦 就基本上給你跟旗艦一樣的體驗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手機的長相如何吧 這個顏色 然後因為它是預算款的手機 所以這個後面的材質 基本上走的就是一個塑膠材質 不過我個人覺得它處理的算是蠻不錯 就是還算是蠻有質感 然後有一種那種磨砂金屬的感覺在 不過它很明顯就是塑膠材質啦 然後做了一個亮面的處理 那這款手機它提供的顏色分別有三款 我手上拿的這款應該是冰雪藍 那還有一個是暗夜黑 暗星菜銀 那基本上顏色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這個冰雪藍的部分是還蠻有趣的 有點像是 它幫你已經貼上一層保護膜的感覺 因為非常的亮面 那只在手機拿起來的話 重量上來講的話 它是給到206克 基本上它算是一台不太小的手機啦 不過整體這個邊緣的感覺是有做這個圓潤的感覺 所以握持的感覺還蠻不錯的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大家非常期待的部分 就是預算手機我覺得一定不能少 就是它的卡槽 有沒有支援記憶卡 有 非常不錯 它採取的是直接三卡槽的 最多到5G加5G的雙卡雙待 那記憶卡的部分的話 採取的是MicroSD的卡槽 那最大的記憶體容量是支援到1TB 所以非常的不錯 然後再來看一下的話 哇 這個就是當今期間都沒有的體驗 3.5M的耳機孔 它還是有給你的 哇 真的是太久沒有拿到有耳機孔的手機了 不禁有點想哭啊 然後側邊的話 這個按鍵是附有指紋辨識器的電源鍵 所以說它是透過這種 屍體的指紋辨識去解鎖 那等一下開機之後 我們來測試一下它的速度 那來看一下背面的部分吧 哇亮面的部分 可能還是會稍微沾一點指紋啦 不過也有可能是我的手太油啦 飛仔手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 給到的是3顆鏡頭 那上面第一顆的話 是200萬像素的景深鏡頭 那第二顆給到的是一顆 5000萬像素的廣角鏡頭 哇主鏡頭也給到5000萬像素 真的是滿不錯的 然後最下面這顆 是一顆200萬像素的微距鏡頭 結果就稍微比較可惜的部分 它並沒有給到你一顆超廣角的鏡頭 這點真的是稍微比較可惜 因為其實超廣角我覺得 在一般的使用上是真的滿不錯的 特別這種入門款的手機來講的話 如果可以給它一顆超廣角加主鏡頭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滿不錯的體驗啦 但是目前啊 這次選擇的是景深主鏡頭 跟一個微距鏡頭 就稍微有點小可惜 然後正面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一顆鏡頭給到的是一顆 1300萬像素的自拍鏡頭啦 所以說以這個像素的等級上來講 應該還不錯 那反正我之後也會有實際的深入體驗 倒是在跟大家講一下做一個主鏡頭 拍起來感覺是如何 好那我們就來開機吧 M14 5G 哇打開了 OK進去了 那這個就是剛剛開機的樣子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這次採取就是這個V極限全螢幕 所以它是走的一種像水滴形狀 並不是走的像挖孔那樣 然後因為它是預算款的手機嘛 不到6000元 所以說它的邊框的粗度也是 滿可以想像的 不過它這個下巴的部分 真的還是有點讓我吃驚啦 但是這個就是6000元的手機 你拿到的這個體驗啦 所以基本上整個的邊框 感覺就會像這樣子 好那我就來設定一下 我們等等見 OK大功告成 那我們就進去吧 現在三星手機進這個畫面的時候 我都沒有音效真的是 有點點可惜啊 然後接著我們就來先來看一下 這個整台手機的狀況吧 那首先呢 它這款手機的容量是64GB 我們先來看一下說 在剛出廠的狀況時 它的容量大概會剩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齁 基本上它還可以使用的空間 應該就是剛這邊寫的 還有48.1GB左右可以使用 所以說你64GB買來的時候 大概還剩下48GB啦 那當然它現在還是有在安裝一些 預設的程式 像是我有請它安裝一些 三線程式和一些Google程式 不過基本上 差不多就是48GB左右啦 然後這一款的螢幕啊 它給到的是一個 6.6吋的Full HD Plus的LCD螢幕 那比較厲害的是 雖然說這是一款 6000元不到的預算機 但是它還是有提供了你這個 90Hz的螢幕更新率 那在這個顯示螢幕內呢 你就一樣這個動態流暢的部分呢 還是可以做切換的啊 非常的令我覺得震驚 就是它是有給你90和60 這兩個檔案去做的選擇 真的比iPhone14這個系列來講 還要佛心非常的多 然後接著我們來測試一下 它這個指紋解鎖部分吧 那我已經把我的指紋設定好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整個解鎖速度如何吧 好 先關起來 3 2 1 大概還可以吧 沒有到非常快 但是也算是中間吧 再來一次3 2 1 OK 這次就還不錯 3 2 1 3 2 1 我覺得還OK啦 基本上它整個辨識到的速度上來講 是還滿可以接受的 那畢竟這是實體的嘛 整體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滿成熟的技術了啦 好 那我們就來拍個照吧 看一下這三顆鏡頭的表現如何 那剛剛拿到的時候 我覺得因為它沒有超廣角之外 就是一個1倍和2倍的部分去做選擇 那似乎好像也並沒有演算法AI的介入的部分 好 先從一個主鏡頭拍一張 好 然後再一張2倍 然後它最多好像只能變焦到10倍吧 所以說它其實 它能支援的焦段上來講是相對比較少的 我個人覺得沒有那個超廣角還是稍微有點可惜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它微距的部分好了 好 因為它有支援微距鏡頭嘛 它微距他們好像通常都是藏在這個更多裡面有個微距 哇 這更多點開是有點少 我還是有支援夜間模式啦 就是有個夜景模式 可以讓你注意做拍攝還是不錯的 那我們來拍一個微距的照片 看一下這個微距的感覺是如何 OK 這就是熟悉的微距 我覺得比較像近拍啊 因為你看它這邊直接就寫了3到5公分的距離 所以它是沒辦法拍做非常detail 但是你想要近拍一點的話大概像這樣吧 再更近它就有點失焦了 但是如果你拉遠一點點 整個微距的感覺就會像是這樣吧 哇 有點密集恐懼症 哇 有點噁心先挑掉 反正它是比較偏向近拍的微距啦 那最後再來聊一下這顆手機的規格 它首先第一個千萬不要忘記 就是這是一款6000元不到的手機 售價只有5,990元 那它比較重要的規格就是在於說 它的處理器選擇的是 獵戶座的E330的8核心處理器 然後它的記憶體和容量部分給到的是 4GB加64GB 我個人是覺得它有支援到MicroSD卡的擴充 所以64GB是還可以接受的 那因為預算款的手機嘛 所以4GB我這邊也是給過的 那比較不錯的是它有支援了NFC的功能 而且也有支援了 6000mAh的超級大電池 真的是滿厲害 我覺得它就是知道說 這種預算款手機的人 他們最怕的就是電池不足嘛 所以說有支援到這部分 我覺得是還滿不錯的一個表現 那充電速度的部分上來講的話 就支援到25W的閃電快充 基本上就跟S23 Plus 和S23支援到的是一樣的規格 這個也還OK 那比較可惜的部分我覺得在於是 它好像沒有一個雙揚聲器的設計 就可能只有底部一個 那頂部的話好像是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在於說 它好像沒有一個防水防塵的規格在 這是一個你在買之前 可能要先知道的事情 畢竟如果你有防水防塵 在很多時候如果飲料打翻 或者手機不想掉到水裡 這可以救你一命 好啦那基本上這就是今天這個 M14 5G的快速開箱 按照老樣子 我也會把我的SIM卡 從這個Galaxy S23 Ultra 換到這個M14 5G上來體驗一下 它整個的感覺是如何 畢竟我也很好奇 6000塊不到的三星手機 能夠帶給你怎樣的體驗 好啦那影片的最後 我也在跟大家聊一下 現在在看影片的各位 有88.8%的人 是沒有點擊我的訂閱按鈕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今天的影片還算有趣 或者想知道我的心得 對於這款手機的心得是如何的話 也幫我點擊一下訂閱的部分 好啦那我也會之後 再出一款新的影片 就是深入探討一下這款手機 究竟你值不值得買 它的優點 它的缺點是如何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Ciao Ciao Bye Bye Ciao Ciao